普京访朝事办的利索 我国东北出海口屠门江 即将动工 普京时隔二十年再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国际社会对此议论纷纷总是不忘 提到中国试图将中国也扯进来 这不足为奇 毕竟在美西方的眼中 如今中朝俄三国都是他们的眼中钉 普京罕见的防犯朝鲜更是刺痛了美国的敏感神经 所谓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美国屡次对中朝俄挥动制裁大棒 如今俄罗斯与朝鲜抱团举暖 拜登政府自然要小心被清算 回看这次普京对朝鲜的访问 虽然只有短短几天 但对于朝俄的关系 却扎实的迈进一大步 双方不仅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还在军事上建立了高度互信 这让美国很头痛 按照朝俄双方达成的军事承诺 只要一方遭到侵害 那么另一方必须予以军事援助 虽然没有明说 但俄罗斯和朝鲜已然成为事实上的军事同盟 有人认为 俄罗斯与朝鲜走得太近 中国也必须要留个心眼 当然我们一直尊重朝俄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但肯定也是非常谨慎的 其实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 俄罗斯正需要中国的支持 为了赢得中国的信任 普京必然会变着法的配合中国 事儿上见真章 你看 此前普京访华 中俄双方一致同意就图文江出海口的问题 以朝鲜保持沟通 僵持数十年之久的问题 普京迫于形势不得不给中国面子 这等于答应给中国东北方向一个出海口 只不过因为图文江的两端出海口 一个在俄罗斯 一个在朝鲜 所以俄罗斯还需要和朝鲜方面保持沟通协调 此次普京访问朝鲜显然没有忘记对中国的承诺 就打开图文江出海口一事 办得十分漂亮 根据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消息 普京与朝鲜签署了一份关于修建图文江 跨境公路桥的政府间协议 当然这座横跨图文江的大桥 在正式动工前还需要和中国进行协调 现在图文江上其实已经有一座老桥 但其实它的高度太低了 中国的大型货船根本无法通行 现在俄罗斯和朝鲜愿意与中国商讨桥梁的大小与高低 满足中国商船通航的标准 你可见中国获得东北出海口这个事 已然是板上钉钉 只要协调顺利 即可在图文江上动工 当然打开东北出海口 不仅仅是让中国单方面获利 俄罗斯与朝鲜在经济上的合作也在增加 打开图文江这个航道 也方便了朝俄两国的金方往来 这也正好迎合了普京进行远东大开发的设想 未来中朝俄在远东的经贸合作协力 必将无比巨大